大家好,我是蘇老師 最近Repo Chaining 推出了60秒的教學 上次Mark Spencer教大家如何用筆刷 做一個轉場的效果 在這邊我用中文的方式 因為它是用英文在介紹 在這邊我用中文的方式教大家如何做筆刷的效果 第一個就是說你一定要先安裝Motion這個應用程式 當然它是一個付費的軟體 第一個我們怎麼開一個Motion呢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Motion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叫做Final Cut Transition 就是所謂的轉場的模板製作 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Final Cut Pro很多的效果 很多的所謂的字幕 這些都是來自於Motion所製作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先選擇Transition 第二個就是先確認我們的 就是所謂的解析度格式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格率 通常我們這邊先設定在一般的NTSC的設定上 其實因為我們轉場通常用的長度都不長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設定一個大概兩秒的轉場的長度 然後按打開來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轉場的模板在這邊出現 第一個就是說在Mark Spencer這邊 它所介紹的就是第一個你可以把這邊的 比如說A轉場跟B轉場的這個長度 跟等同於我們現在編輯的總長度 所以我現在把它的總長度 比如說AND到片尾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一個快捷鍵就是O 把它整個就是結束點往後移動到這個我們兩秒的長度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可以按Home就是回到片頭 那在片頭這裡呢 對我們可以選擇Transition B就是B乘 因為一般我們在轉場的時候 就是前面的片段跟後面的片段就是 前面的片段就是Transition A 就是所謂的轉場A的片段 然後我們後面的片段就是所謂的Transition B 這個轉場的第二個片段 那這個時候一樣我們按I 就是印點、澳點的I跟O的條件 讓它這樣到頭到尾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按一個B 或者是在這邊選擇備支工具 因為你直接按B的時候呢 它就是會是一個備支的比工具 這個時候我們在畫面上 你可以直接點 但是注意喔你可以點的時候 你稍微點拖拉一下 就是滑鼠點拖拉一下 它可以拉出這個備支曲線的控制感的部分 點拖拉 像這邊剛剛點拖拉 我忘記點拖拉的時候沒關係 我們按右鍵 它會出現Smooth 那它也會出現這個控制吧的部分 所以你們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建議直接點拖拉 它就會這樣出現 這樣點拖拉 然後點拖拉 點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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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邊好像我們用那個手有沒有 畫筆這樣畫 好 可是注意喔 這個時候你用杯子曲線的時候 其實它通常會要求就是像這樣 在這個比工具旁邊有一個O 就是Close 就是關閉這個所謂的 這個曲線的整個範圍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不要關閉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Return 就是我們鍵盤上的Return 它就會這樣直接不需要所謂的Close 就是關閉這個條件 但是呢 我們現在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狀況 叫做填滿 因為它不是一個線條 那一個方式你可以到選擇剛剛 貝茲的項目 然後到Inspector 然後在這邊你可以把填滿的項目取消 或者是HUD就是抬頭顯示器 你可以在這邊把填滿的項目取消 第二個呢 你可以把這個 對你可以把這個wise 就是寬度拉到最大 好 大家注意喔 HUD的視窗功能 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操作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這邊拉到100 可是不是我要的條件 為什麼?因為我們要的轉場 它是一個完全不滿的條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到這邊來 到檢閱器Inspector 然後到wise 就是寬度的部分 對 你可以點這個數值 然後你可以直接輸入 比如說300 按Enter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我整個填滿了 好 可是這邊呢 你會發現我還是有留一點點的空間 一個方式你可以在這邊把 把貝茲曲鍵那個拉桿 把它整個拉到完全沒有空隙的條件 那這邊也是一樣 按右鍵Smooth 然後這個拉桿拉過來 OK 可是這邊教大家一個方式 你會發現我拉桿的時候 兩邊不對稱 一個方式按右鍵 Align 或者是先Break 然後呢先把它折一下 然後再Align 你會發現這個它會怎樣 拉回來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你的 配置曲線的 所謂的這個控制的條件 基本上就是不要出現 有那個露出來的條件 好 可是我們筆刷會怎樣 筆刷會循序的有沒有 把它帶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到這邊 Library Behavior 行為 然後在Shape 形狀這裡呢 選擇這個叫做RightOn的套件 RightOn的套件 我們把這個套件加入到 你指定的物件的時候 我們叫Object 就是物件的時候呢 一個方式是選擇物件 然後按這邊apply 就是把它加入 或者是怎樣 直接拖拉也可以 加入到 配置曲線 好 這個時候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RightOn它的條件 它是循序 會循著你剛剛所產生的線條 所以我們這邊按一下播放 播放在這裡 或直接按spacebar 對 你可以看到它這樣 有點像我們在圖 圖層下來的效果 好 可是呢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是怎樣 從A轉場到B 那這個 筆刷畫下來的條件 就像是我們要把它圖層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怎麼從A看到B 的片段的畫面呢 這個時候我們在A的部分 按右鍵 選擇 選擇叫做 AddImagineMask 就是加入 所謂的圖像遮罩 好 那圖像遮罩 一個方式我們就選擇 inspector 記得先選擇ImagineMask 好 這邊有一個投地區 就是所謂的 你要把它哪一個項目去做遮罩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被子 把它拉進來 直接拉進來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播放 好 你可以看到 好 可是問題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綠色的那一層 綠色的那一層是 就是A片段 可是我們現在是怎樣 把B片段把它抹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一個方式 我們剛剛在這邊 就是這個ImagineMask 圖像遮罩這裡 它的下方有一個叫做 InvertMask 就是你的遮罩反向 好 我們選擇遮罩反向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對 B就是紅色的 A就是怎樣 綠色的 好 那在這邊 我們再做一些設定 因為在那個 Mark Spencer這邊 他建議大家 第一個在 這個編輯專案的 Properties這邊 有一個項目叫做 Override Finalcard Pro Duration 對 因為我們在轉場條件 他會隨著我們的轉場的 那個時間長度的條件 而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你在這邊一定要打勾 他才會跟著去做變化的條件 好 那在這邊 可是有時候筆刷 我們筆刷有時候怎樣 像那個刷油漆有沒有 那個 他會怎樣 不均勻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回到 剛剛選擇 貝茲曲線的項目 然後到Shape 然後到 這邊 對你可以在這邊 選擇你想要 筆刷的效果 這邊都可以使用 這邊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先找一個 跟筆刷比較像的效果 比如說像是 Tradition 傳統 然後在這邊 像是Check Easy也可以 或者是 像這種 這種筆刷也可以 OK 那我們選一個 比較接近一般的這種 刷油漆的效果 像這個也可以 好 我們選擇之後呢 對 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邊刷有沒有 有點像刷油漆的狀況 可是 有一個狀況 你會發現 我們在刷的時候 它還是有一些 空隙 這個空隙 要怎麼把它補填呢 把它填滿呢 這邊你有看到 我們剛剛在 Wise 就是寬度下方 有一個叫Spacing 就是空間 對 這個空間呢 你可以把它拉多一點 拉多一點 因為它變得比較碎裂 那你可以把它變少一點 比如說剛剛是1 或甚至是0 就是完全沒有空間 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效果不好 還是可以這樣 我們把它換一下好了 換另外一個 比如說像是 CheckEdit OK 所以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會像這樣的小店 OK 這些選擇呢 其實你可以隨著 你自己想要的一個處理 然後去選擇 你想要的一個 這種筆刷的效果 讓你的這個筆刷呢 比較接近於你想要的條件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存起來 然後一個方式 很直接的 就這樣 Commet S 存檔 存檔的時候 它在這個正上方 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模板 你需要給它 什麼樣的命名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我們是 Final Cut Pro Transition 就是轉場的條件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邊講 筆刷 轉場 好 第二個呢 這邊 因為我們在 自訂轉場的條件 它會有一個 自訂的名稱 如果你沒有像 老師這邊有一個叫做 自訂轉場的項目 你就選擇這個叫做 新增一個 自訂轉場項目的名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命名 中文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這邊 已經有一個自訂轉場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條件 第二個呢 這個叫做主題 主題的條件 就是說它可以把 你同一個屬性 或同一個條件 比如說你做了什麼樣的 YouTube的節目 你可以怎樣把它放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你到時候用 你到時候在製作 YouTube節目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樣 很快的找到這些 你喜歡的轉場 OK 比如說我們頻道節目 好 那大家注意 因為它是一個動畫 你可以把它存一個動畫的效果起來 Preview就是怎樣 一個預覽的影片 就可以在Final Cut Pro裡面看到 好我們就按Publish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 把這個轉場出版到Final Cut Pro 可是注意喔 你可以看到我的這邊 右邊這裡 有一個在跑圈圈 因為它正在把那個轉場的影片做 轉換的動作 好 跑完了 剛剛在右上角出現一個提示 告訴你 我都做完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打開Final Cut Pro 好 剛剛它已經出版到我們的Final Cut Pro這邊來 所以我們在Final Cut Pro這邊右側 把轉場的項目打開來 那我們剛剛是在這個 制定轉場的項目這裡 然後我們剛剛給它一個叫做頻道節目的項目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直接刷播畫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轉場 它提供一個預覽畫面 直接我們按Spacebar 空白鍵 它就會這樣播給你看 你剛剛的轉場的效果 那我們在這邊找到一個編輯點 然後一個方式直接拖拉 或者是怎樣 在這邊轉場 選擇之後黃色的框框 你直接滑鼠點兩下 它就會怎樣 先選 記得先選擇你的編輯點 然後到這邊黃色框框點兩下 那 對 大家注意 有時候你所選擇的片段 可能是你的實際的影片的頭跟尾 你的轉場空間不足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把這個轉場的空間 把它怎樣產生出來 那我現在把它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的筆刷效果 就怎樣 就製作出來了 OK 好 在這邊就是我介紹大家 如何去使用這個筆刷的效果 去製作出這個Final Cut Pro的轉場的處理的方式 OK 那在這邊呢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操作上的問題 你們都可以在YouTube的下方留言 來告訴老師說 你在哪個步驟或哪個條件 遇到困難 OK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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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